2012年4月21号 一个叫做Chad Logan的网友 在YouTube上传了一支影片 他告诉网友 我的名字叫做Chad 是纽约一所大学的学生 最近刚搬进一所公寓 需要添置一些家具 于是我在跳蚤市场上 找到了一个人 他急于卖掉一些家具 这些家具是捆绑销售的 不过价格非常低廉 于是我买下了他们 一个木制的盒子 引起了我的注意 它是上锁的 处于对里面物品的好奇 我用螺丝起子 强行将它打开 Chad打开木盒后 发现里面装的是四张 年代十分久远的照片 有两张照片显示的是 一个戴着冬帽的人 一张靠着窗台 一张背对着相机 像是在做什么实验的样子 因为看不到人脸 再加上老照片的色调 让人不寒而栗 第三张照片显示的是一个布袋 上面用铁链紧锁 虽然不能肯定布袋里装的是什么东西 但是看布袋的外观 里面应该装的是一个人 后面还有一张白色的桌子 不能确定上面放了什么物品 第十张照片背景是在树林里 戴兜帽的人像是抱着一个布袋 这些照片的背面都写了一个词 土跟花 除了照片之外 木盒里还有一卷8毫米的胶卷 但是这些胶卷大多都是破损的 所以Chad将它们当作装饰品 放在房间里 然而那些诡异的老照片 在Chad的脑海里挥之不去 于是在一个摄影专业朋友 Dario的帮助下 他们尽可能修复了这些胶卷 只可惜 原本12分钟的影片 最后只能修复成5分钟 他们还在eBay上买到了一台 8毫米胶卷的放映机 结果播放的内容 让他们毛骨悚然 Chad也承诺将这些胶卷 转码成数字格式 再上传到YouTube 为此Chad专门架设了一个网站 让网友可以清晰的了解 整个故事的来龙去脉 还将那些照片都放在了这个网站上 一时间 Chad的发现 在网上引起了热烈的探讨 所有人都想知道 那卷胶卷里 到底录下了什么诡异的东西 一个月后 Chad如也在YouTube上传了5分钟的影片 摄影者拿着一台摄影机 在树林里闲逛 逛着逛着 他发现树林里 有一个破旧又很突兀的房子 好奇心驱使的摄影者 原本想要进屋拍摄 但是他突然发现 一个头戴兜帽的人 一手拿着篮子 另一手组着拐杖 从房子的左侧出现 这个人跟照片里的那个人 穿着一模一样 可以肯定是同一个人 因为兜帽人 有一种莫名的诡异感 让摄影者 不自觉的躲在了草丛里 但是他还是趁兜帽人不注意 静悄悄的跟了上去 他跟着兜帽人 来到了一个房间 地上有一个装了 沉重东西的布袋 还有一张白色的桌子 这个场景 也跟其中一张老照片 如出一辙 画面一转 兜帽人拿着拐杖 在戳那个布袋 那个布袋 比照片看上去小了许多 但是奇怪的是 兜帽人戳了一下布袋 感觉里面还有东西在动 等到兜帽人 偷着布袋离开之后 摄影者参观了整个房子 其中最诡异的就是一个孵化器 里面还有一个面目猙獰的孩子 但是因为胶卷有损伤 也不知道摄影的人 到底有没有打开这个孵化箱 随后 他跟着兜帽人进入了树林 兜帽人一手组着拐杖 一手抱着布袋 一瘸一拐地走着 全身黑色长袍 让人感觉很不舒服 走到离那个破屋 有段距离后 他将手里的布袋 丢在了一条凹槽中 出于好奇心 拍摄者打开了那个布袋 一面竟然是一颗人头 摄影者马上逃离了那片树林 其实这段影片最难受的 应该是那个刺耳的背景音 Chad将这段影片上传了之后 引起了乐意 有些网友留言 叫Chad去问一下 当时卖给他木盒的人 Chad也在网站上告知大家 已经跟卖木盒的人取得联系 将会有更多新的资讯 分享给大家 有些网友也在猜测 这会不会是某个电影的宣传片段 又或者是像二夜丛林 这种用业余拍摄手法的镜头 来模拟纪录片的电影 还有些网友则认为 会不会是一种病毒式营销手段 当然也有一部分网友说 这也太假了吧 我等了一个月 就看了这玩意儿 然而几年过去了 没有任何关于苦根花系列的电影 或者商品上架 Chad也没有再上传任何照片 或后续更新 或许是因为对观众的反应失望了 又或者是连他自己都不知道如何将这个故事进行下去 他就像人间蒸发一样 突然消失在YouTube界 直到2017年 一个叫做Captain Dislution的网友 在Reddit平台上发布了一篇贴文 他承认 自己就是Chad Logan 关于2012年苦根花的影片 就是他所作的一个恶作剧 原本只是想创作一个都贸人都市传说的角色 但是最后被舆论搞到自己心态爆炸 因此便停止了这个项目 那些照片只有一张是真实的老照片 其他都是偽造出来的 那边树林只是一个爱好哥德式艺术的前女友带她去的 那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 曾经被德国作为一个集中营 用来关押法国士兵 而那个婴儿孵化器 也是在废弃的医院拼凑出来的产物 那个灰洞的麻袋跟人头 全都是哥德式前女友的作品 因为他曾经开了一家小公司 专门在为娃娃克制怪物妆容 这些对他来说根本只是小意思 而那些照片都是朋友穿着兜帽 跟披风拍出来的东西 其中一张照片里的兜帽人 还是花了8欧元所购买的椅子 卫装出来的 做这些老照片其实非常简单 良好的印刷技术跟潮湿的环境 就可以做出来了 只有那张白色桌子的照片 是真的 所以在拍摄那栋5分钟的影片时 最困难的地方 就是要找一张 尽可能相似的白色桌子 Chair还说 沉寂了5年后 现在他想要继续 苦跟花这个系列的小说作品 也决定将兜帽人这个角色 重新投入使用 呼吁大家能够关注 及支持他的新作品 然而 他似乎高估了自己的影响力 整篇贴文底下 就只有两则留言 不过 有眼尖的网友发现 Chair说 4张照片里 只有白色桌子那张 才是真正的老照片 那白色桌子前面 那个被铁链捆绑的布袋 里面装的到底是什么东西 为什么他的外形 看起来就像里面 包了一个人似的 而且还要用铁链来锁 可惜 Chair在两则留言后 或许又一次对观众失望 直到今天 他都没有再发布任何消息 好啦 今天就就到这里 喜欢这部影片 欢迎分享留言 订阅 以及获取最新的影片当中 拜拜 拜拜